所以我現在呢,決定要來把我的桌面清乾淨 早安,今天想要做芒果牛肉沙拉當早餐 因為家裡剛好有芒果又有牛肉 它的材料跟一些就是做法其實都不難 然後今天中午的午餐是昨天晚上我已經先滷好的滷味 然後我想說就簡單再煮一個水波蛋 搭配麵條做成像乾麵的那樣子 就是簡單的午餐 然後再煮一段時間 我只要煮一碗 早餐的火 然後再煮一碗 火太多水 煮一碗 很快 煮一碗 火太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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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板 放入烤油 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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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вые工具 煮熟 乱用 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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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周五想要來做蘆味的乾拌麵 水煮滾了之後放一點冷水進去 然後把蛋放進去 熄火現在就要來煮麵 我現在要來做一件我一直很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電腦的桌面清乾淨 因為我平常就是工作啊或是在家啊或是之前在學校可能就是有什麼簡報啊 我都會直接堆在桌面 然後比如說下載了什麼圖片也直接堆在桌面 但我現在發現這樣真的不行 我要找什麼東西的時候找不太到 然後也會大大影響整個電腦的效率 所以我現在呢決定要來把我的桌面清乾淨 因為真的太恐怖了 你們可以看一下我的桌面 就是塞滿了各種雜亂的檔案 已經多到上面左上角 就是檔案都疊在一起 然後還有一些檔案沒有辦法露出的 因為太多太多會被擠出螢幕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來先把我的螢幕 至少是要把有一些比較散亂的檔案整理到特定的資料夾裡面 我現在要先把我的桌面先換掉 換成素色的 換成這個顏色好了 我先把我的背景顏色換掉 等一下我可能會比較好找檔案 然後我現在先把我已經不需要的東西先刪除 今天基本上就是只能先大方向整理 把我就是在桌面上面所有的檔案都歸類到它蓋去的資料夾裡面 其他資料夾內部我可能就是只有 有時間再來整理 我每次整理電腦桌面的時候 我都會想說希望可以保持很久 可是大概過了兩個禮拜三個禮拜 它就會變成像現在這樣子 我發現我對電腦檔案的管理真的是不及格 不過像是什麼公司的桌子啊家裡的環境 其實我還有一些比如說床鋪的整潔 其實我自己個人是蠻在意的 不過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電腦的螢幕 明明想好好維持 但是都無法維持 我已經差不多整理了半個小時 結果我的螢幕還是這樣 這個地方 左上角這個地方 一直有東西出來 左上角這個地方 真的沒完沒了 終於把我的桌面都整理乾淨了 這邊我放了一個資料夾 是Everyday use 就是我可能每天工作都會開的檔案 或是我可能就是分磚每天都會開的一些修圖的東西 然後這邊是就是其他伺服器跟一些我整理的檔案 像是學校的 然後公司的 跟 比如說我之前有在家教的一些講義 我就放在這裡 桌面可能差不多就這樣 然後我現在要來把我的桌面換成 我自己喜歡的圖片 然後等一下我就要準備去吃晚餐了 換了一個我們家狗狗的照片當桌布 每一年冬午節外婆都會包肉粽 都是我最期待的時候 滷肉啊它會先滷好 然後香菇也會先滷骨 干貝啊 魷魚這些它都會事先處理 外婆的就是粽子裡面料都很多 我都會覺得外婆做的肉粽有外婆的味道 是任何地方買的肉粽都取代不了的 吃肉粽會比較油膩一點嘛 所以通常我都會搭配這種就是 冷泡茶或是無咖啡音的這種 綠茶或紅茶 最後就要加水裡面 進去